自己对一个长者都如此不尊重 你对你的养父母能好到哪儿去啊 你以为把他接到身边住41厅的房子就是孝顺吗 你只会用你的道德感绑架别人 有本事你自己把他做好了 同时也对南方的父母好了 大家都会向你学习 否则的话一个人在那儿坐着 说连责任感都没有的人 空谈道德你也配 视频中这个被徒磊大声怒斥的女人 就是今天的主人公小美 那么她到底做了什么 竟引得徒磊如此大发雷霆呢 人家母亲上来你对人家有礼貌吗 你要是人家对你养父母那么好 你对人家母亲有礼貌吗 有一个基本的尊重吗 家住重庆市的小美 今年25岁 她和男友小凡相恋6年 早已到了结婚的年龄 可就在前段时间 两人却因结婚买房的事情 彼此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分歧 小美希望男友小凡买一个大的房子 但小凡的家庭情况不允许 父母也满足不了两人买房一事 所以就拒绝了小美的要求 但他们两人也因此产生了感情危机 可小凡始终放不下与小美6年的感情 所以为了改变女友小美的想法 无奈之下 她只好求助到了节目组 希望能够帮助自己解决和小美的矛盾 但让小凡没想到的是 女友小美刚一上台 自己还没来得及开口 女友就先指责起了她没有主见 那么小美为何要这样说男友小凡呢 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小美坦言自己从小是被养父母抚养的 因为家住农村 家里条件十分不好 但父母从来都没有委屈过她 吃穿都尽量给她最好的 而养父母自己则是凑合着过日子 因此小美在心里发誓 等她长大成人 一定要报答养父母 让他们以后过上最好的生活 养父母辛苦了一辈子 现如今自己条件好了 她也希望把养父母接到身边来享福 以此报答养父母的恩情 那么对于小美的想法 男友小凡又会有着什么样的意见呢 当时她说的这个事情 就让我非常吃惊 不同意 不是不同意 是因为她要买一套大的房子 我们条件也确实不允许 所以说我也感觉到压力非常的大 起初女友小美的提议 让小凡感到震惊不已 但想到那是生养女友的父母 养育之恩大过天 即便没有血缘关系 可毕竟是他们含辛茹苦地把女友养大 自己作为准女婿 理应帮女友照顾他们 所以就答应了女友的请求 可让她没想到的是 女友却提出要在市中心买30亿厅的房子 但自己也是出身农村家庭 父母一辈子务农 因此她根本实现不了女友的愿望 对于男友小凡的回答 一旁的小美按捺不住反驳起了她 她之前同意 但后来她听她妈妈的话 她妈妈叫她不买房子 她就不买房子 一直拖到现在 我妈她说的也有道理 我们现在确实条件也不允许 你非要买个三四亿厅的 一点主见都没有 你妈说什么就是什么 无论小凡怎么向女友小美解释 小美都始终认为 是男友的母亲不愿意出钱 而男友又世世都听母亲的 根本没有自己的主见 太过于懦弱 可小美这样的回答却惹恼了男友 一时间双方争执不下 为了避免两人之间战争升级 一旁的主持人赵川急忙开口打断 那就是没房子你是不会嫁的是吧 对 不买房子我是 那如果是一时一厅嫁不嫁啊 一时一厅太小 我就想把我的养父母接过来一起住 面对主持人的提议 小美果断拒绝 她坚持要把养父母接过来住 如果男友要买一时一厅的房子 那她就不会再考虑嫁给男友 就在这时 小凡的母亲也来到了现场 那么她的到来 又会掀起什么样的波澜呢 而对于准儿媳的想法 她又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呢 小凡的母亲正如之前说的那样 对于买房子这一事 确实有心无力 她和丈夫都是常年在外大邻共 维持家里的生计 更何况家里还有一个小儿子 还在上学 所以夫妻俩也拿不出多余的钱 而此时的小美也沉默不语 于是为了缓和双方的关系 主持人赵川又问了准婆婆一个问题 虽然家里买不起小美需要的大房子 但是小凡的母亲 还是能够买一个小房子给小两口居住 可小美的态度惹怒到了她 因此就算是小房子 她也不愿意再买 更不同意儿子和小美继续交往下去 紧接着就想要把儿子直接带走 好在一旁的主持人十分给力 在她的劝解之下 小凡的母亲答应不带走儿子 但随后自己就气愤地直接离开了现场 其实凡将母亲也有着自己的担忧 如果婚后小美坚持把养父母接来同住 那无疑是加重了自家的负担 本身家庭就不富裕 所以她十分不满小美的做法 那么对于准婆婆的顾虑小美最终会做出让步们 可谁知小美接下来的回答直接震惊了在场的所有人 难道说就因为准公婆还年轻 就要强迫他们一直工作 直到干不动为止嘛 小美的说法让人感到很是愤怒 就连主持人都忍不住指责起了她 话里话外可以听出小凡对于女友的埋怨 但既然如此不满 为何不和女友分手呢 在小凡的心里 她舍不得与女友这段长达六年的感情 在她的心里 还是希望女友能稍微做出一点点退让 因为她现在实在没有那个能力去买大房子 也想让女友考虑一下她们的未来 暂时买个小户型的房子 却不成想 这样的回答遭到了女友小美的反问 那是多大 一十一天 难道还要多大呢 最少得两十一天 我们以后条件好了 可以换成大房子 然后把你的父母接过来吗 以后是多久 我的爸爸妈妈现在身体很不好 我就想把她接在身边照顾他们 小美认为 如果男友真的爱自己 那就理应把自己放在第一位 所以最起码也得买一套 两室一厅的房子 因为养父母的年龄越来越大 所以她急切地希望 老两口的晚年生活能好一点 可小凡这边却有苦难言 但凡她能买得起 又何尝不希望给女友买大一点的房子呢 见此情景 台下的导师终于看不下去 开始劝解起了两人 低看物质的人 才会高看你们的爱情 让跟女方多说两句 你爱的名义不体谅对方 一味地索取 这不是真爱 私心太重的人会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导师认为 小美在买房这件事上 存得私心太重 以照顾养父母的名义 向男友以及男友的父母要求 索取太多 从来不懂得什么是付出 什么才叫共同分担 或许是导师戳中了小美的痛处 小美随即反驳了起来 她并不认为这是私心 既然男友要娶自己 那么也要接受自己的家庭 和自己的意见 她不认为自己有错 反而觉得一切都是理所当然 此时一旁终于看不下去的导师图类 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社会交往的黄金法则是 你想要别人对你怎么样 你就对别人怎么样 自己对一个长者都如此不尊重 你对你的养父母能好到哪去啊 你以为把他接到身边 住41亭的房子就是孝顺吗 你只会用你的道德感绑架别人 有本事你自己把他做好了 同时也对南方的父母好了 大家都会向你学习 否则的话 一个人在那坐着 说连责任感都没有的人 空谈道德你也配 虽然图类老师的话有些重 但确实是字字逐击 说出了许多人的心声 小美不能总用道德去威胁男友 她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的方式 去感染南方对自己养父母好 以此换取男友一家对她的尊重 而小美也更不应该用外在条件 去衡量自己的孝心 在今后的婚姻中 小美和男友也必须要相互扶持 这样生活才会越来越好 导师的话让她陷入了沉默中 那么小美究竟会如何选择呢 她还会坚持自己的态度吗 其实我对这份感情 肯定还是放不下的 以后你的父母 还有我的父母 我们俩都一起散仰他们 我的养父养母 他们如果愿意到城里来的话 就来不来的话 他们就在农村 这种他们的想法 或许是听见了图蕾导师的话 小美也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也接受了男友的求婚 男友也表示道 结婚的时候 先给小美买一套小房子 等以后自己有能力 就买一套更大的补偿小美 在生活中 爱情和物质条件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爱不是一味的索取 更多的是付出和共同承担 那么屏幕前的你有什么想法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参与讨论